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的安娜因为和男友保罗吵架哭着开车离开 结果在开车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 等再次醒来 安娜已经躺在殡影馆里了 丧葬承办人艾瑞特告诉她 她已经死了 但是安娜并不相信 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可以呼吸的 自己一定还活着 但是安娜面色苍白 看起来确实是像一个活死人 而且安娜在处理她身体的时候 就算是清理伤口 她也感受不到疼痛 而且安娜也感受不到自己的脉搏 这应该是艾瑞特对安娜使用了一些药物 安娜被麻醉后 我们看到艾瑞特手里有一系列的照片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所谓的死亡宣告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 艾瑞特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了很多的人走向死亡 我们不知道艾瑞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冷酷又充满魅力的角色 演绎得十分到位 虽然她的行径十分变态 但是看后又引发了我们的反思 可以说艾瑞特十分的狡诈 当安娜醒来后 她对安娜说自己有通灵的能力 可以和死者沟通 就此开始引导安娜接受自己的死亡 她为自己做的这个设定是十分完美的 也是每个人生前在潜意识里相信着死亡后会有另外一个事件 艾瑞特的出现反而成了一种安危 虽然安娜在抗拒 但是慢慢的她也相信了艾瑞特 艾瑞特的身边总是背着麻醉针 以防安娜在不听劝说的时候 可以及时地对她进行阻止 她的变态并不在于身体上 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控制 让安娜自己接受自己死亡的事实 甚至在安娜的男友保罗出现在停尸房门口呼唤她 安娜也拒绝了回应 因为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 整部电影的场景并不多 应该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 但故事的剧情还是十分的精彩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被丧葬承办人艾瑞特一点点引导的结果 是她个人的变态兴趣 只是死亡留给我们的思考更多 看过后 女主角安娜在停尸房里醒来的画面久久挥之不去 到底什么才是死后的世界 这个疑问或许才是电影里最想要表达的 电影最后 安娜因为镜子里的喝气知道了自己并没有死 安娜想要反抗 但是被艾瑞特打了针 失去了意识 活活地被埋葬 而她的男友保罗一直怀疑着安娜并没有死 她想要解救安娜 但是最终却发生了车祸 而她自己也落到了艾瑞特的手里 这应该是一个新的恐怖事件的开始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我做没有集很多事情 快这里 一jiang衔합니다 应该阅调的照片 可是明依然考虑 当没事都没磨虹 摆会 然后我са